枕边经典 睡前陪你重温 晚上好 这里是枕边经典 我是尼巴 今天为您带来的文字是 没有人注意我 来自马约宾奇 一起来欣赏 我比拿破仑高一英尺 我的体重是名模特威格的两倍 我唯一一次去美容院的时候 美容师说我的脸对她来说是个难题 然而我并不因那种 以貌取人的社会陋习而悠烦不已 我依然十分快乐 自信 坦然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跳舞时的悲伤心情 舞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总是意味着一个美妙而光彩夺目的场合 起码那些不值得一读的杂志里 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钻石耳环非常的时髦 我为准备那个盛大的舞会 练跳舞的时候总带着它 以致我疼痛难忍 不得不在耳朵上贴了膏药 也许是因为这膏药 舞会上没有人和我跳舞 然而不管什么原因 我在那里整整坐了四个小时四十三分钟 当我回到家里 我告诉父母亲 我玩得非常开心 跳舞跳得脚都疼了 他们听到我舞会上的成功都很高兴 欢欢喜喜地去睡觉了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 撕下了贴在耳朵上的膏药 伤心地哭了一整夜 有一天 我独自坐在公园里 心里担忧 如果我的朋友从这经过 在他们眼里 我一个人坐在这 是不是有些愚蠢 当我开始读一段法国散文时 我读到有一行写到了一个 总是忘了现在而幻想未来的女人 我不也像她一样吗 显然 这个女人把绝大部分时间 花在试图给人留下印象上了 而很少经营自己的生活 在这一瞬间 我意识到 我整整二十年的光阴 就像是花在一个无意义的赛跑上了 我所做的一点都没有起作用 因为没有人在意我 现在我知道 下一回当我走进一家商店 一位营业员翘起嘴说 您的号码 我想这是绝没有您要的号码 这仅仅是说店里的存货不足 这样无形中 我心里好像去掉了一个重负 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轻松 更自由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是的 很多时候都没有人注意我们 所以 不必要为了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想法 甚至别人的行为 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这样你会发现 自己活得比任何时候 都更轻松 更自由 好了 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您收听枕变经典 我是尼巴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 直接在微信搜索 假妈妈三个字的全篇 再加数字2018 就可以找到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了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来 感谢观看